第四题,第四题写上TWSA330第六条,再写TWSA514条跟41条,再写12支18页, 再写5支47页,好,先翻330第六条,第六条,我要第二条, 点,做个记号,整段话过去, 差远所评估之风险越高,越需取得更据说服力之证据, 全三个字,说服力, 念一次,念, 看到咯,这里是风险越高,说服力要越高, OK,如果你讲风险越高,数量越高,你只讲对了一半, 因为证据还有品质考量,可以哦,所以我们尽量讲说服力, 它是百分之百正确的证据,百分之百正确的 叙述,如果说服力那三个字,手手手笔着, 你真的乱翻,不知道又在翻什么, 说服力那三个字,手手笔着, 它如果写数量的话,代表它只对了一半, 因为证据还有试切问题,OK,还有品质问题哦, 所以,说服力这三个字下面写上数量加品质, 好咯,好,再来,如果只讲不要偷看题目, 你要我讲几次啊,嗯,再来,500号14条, 14条,做个记号哈,246,第六行, 画过去,品质越高,所需之查核证据数量越少, 品质越高,数量越少,591页, 第十四条,第五行,品质越高,数量越少, 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就讲,好东西一个就够了,OK, 一堆的渣换不到一个好东西,听得懂吗, 懂哦,但一个好东西可以抵过一大堆的渣, 听得懂吧,所以从品质出发,好东西数量少, 好东西一个就够了,OK,可以哦, 好,好,再来,41条, 598页, 598页, 41条上面是可靠性, OK,可靠性它是属于事切的一半, 事切必须攸关加可靠, 这只是事切的一半,OK, 好, 做个记号哈, 用看了就好, 作为查核证据之资讯, 及查核证据本身的可靠性, 受到来源和性质影响, 来源我们常常就讲, 外来证据比较可靠, 性质我们就讲, 口头跟书面比, 书面比较可靠, 后面再画, 且与查核证据取得时的情况有关, 这个情况两个字圈起来, 就是指刮虎那里的内空, 内部控制好, 当然证据的可靠性就高, OK, 好, 再来, 12支18页, 12支18页, 我要上面括号2, 查核人员取得未入账负债, 要查未入账负债的方法, 有7种, 当中有一种叫做期后付款, 有没有看到, 期后付款一条线, 我帮你连到了第8点, 下面有一个提醒, 期后付款是查期末应付账款存在的最佳证据, 化妆线最佳证据, 上面写上并非唯一证据, 它只是最好的证据, 但你不一定看得到, 好了, 再来, 5支47页, 这张表格我要韩正那里, 往右边看, 韩正可以确认两个声明, 第一个, 韩正最主要抓存在性, 第二, 还可以证明权利, 意思是, 我韩正假客户, 你是不是欠我3万块, 他说对, 代表3万块的应收账款切实存在, 之外, 还代表我可以去你们家要3万, 听得懂吧, 懂啊, 再来, 一定查不到那一个评价, 影光笔图满, 韩正一定查不到评价, 就算假客户明天会倒闭, 你今天韩正他, 问他会不会倒, 他一定也告诉你不会, OK, 所以韩正一定查不到评价, 可以了哈, 好, 回来, 第四题, 下列有关查核证据, 足够性与世界性的叙述, 何者圈起来正确, 这就是题目的关键, 你不要画太多, 题目上面我禁止你用铅笔在那图来图去, 图来图去, 看了就烦, 你知道吧, 全全一告诉我, 对不对, 大声一点, 来, 三三零号第六条, 念一次, 第三三三零号第六条, 念, 第六条, 刚刚教的第二点呢, 念, 风雪越高, 什么越高, 大声一点, 回来, 全全一,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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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错, 大声一点, 刚才不是跟你讲, 说服力只讲了一半, 说服力是包含足够和世界, 这里只讲足够, 他只讲了一半而已, OK, 圈圈一是错的哈, 再来, 圈圈二, 好东西一个就够了, 圈圈二, 一定对, 听懂吧, 再来, 圈圈三, 圈圈三这就是逻辑问题, 问你, 适切性, 手手笔着, 包含攸关和可靠, 你知道吧, 而刚刚我们念的是, 证据的可靠性受到来源和性质影响, 还有取得时的情况, OK, 所以啦, 他讲, 应该这样问你, 可靠有没有包含在世界里面, 回答, 有, 所以圈圈三是对的, OK, 你看那个圈圈一, 圈圈一一定错, 是因为他是说服力, 包含足够和世界两个, 他只讲一半, 这是错的, 不要在这里写, 你要听懂, 你要听懂, 不要在这里写, 好, 再来, 不要写, 因为笔记都笔在记, 脑袋都没记, 你用听的, 好, 再来, 圈圈四, 我们只有讲其后付款是最佳证据, 可是你不一定查得到, OK, 所以圈圈四是对的还是错的, 错的, 圈圈五呢, 圈圈五一定错, 好, 这一题, 来, 这一题按照你考试时候的, 所面对的情况, 你面对的是, 圈圈二一定对, 还有, 圈圈五一定错, 你如果没办法每一个选项都懂的话, 你抓你一定会的这些东西, 来, 圈圈五一定错, 所以只要有五的就可以打掉, 诸这个选项已经打掉了, 听得懂吧, 懂好, 再来, 圈圈二定, 你挑一个正确的, 可以也打掉了, 到这里懂吧, 懂好, 现在只剩下B跟C, 而圈圈一呢, 你不敢确定, 然后你就盯着那个圈圈四来看, 为取得因付账款存在之证据, 应测试其后付款, 这句话, 你应该可以感受到, 第一件事情, 其后付款是最佳证据, 不一定看得到, 第二件事情, 其后付款是确保存在性没有错, 但应付账款是负债, 快意识应该关心的是完整性, OK, 所以你就会觉得, 圈圈四好像有问题, 所以你再怎么选, 你就会选到B, 所以有的时候, 在考试, 不见得每一个选项你都会, 麻烦你掌握住你, 一定会的, 大概答案就会出现了, 听得懂好, 你不可能每一个都会了, 没那么厉害了, 这么以后本准则, 我又不是每一条都教你, 你不见得每一条都会, 而且就算教过的, 你也不见得会了, 好, 再来, 再来, 我要第, 等一下, 那第四题应该答案选B咯, OK,